立体封装技术进展推升晶圆使用量 不过台湾现金原厂环球金 因网工事件与通膨等挑战 第二季合并营收年减14.4% 毛利率为32.3% 美股虚后盈余创下近9季低点 但上半年缴出好成绩 美股赚超过一个股本 EPS达14.04元 展望未来营运 董事长徐秀兰预期 半导体业将在下半年复苏 在美洲贸易战下 环球金持续进行扩产计划 其下美国跟意大利子公司 将分别获得最高4亿美元 与最高1.03亿欧元补助 打造12寸晶圆厂 同时扩大海外布局 子公司取得马来西亚的土地跟建物 交易金额约为新台币10.77亿元 就是看好明年景气回升 预备未来营运所需 随着扩产布局 环球金强调未来将在亚洲 欧美等市场 拥有从长津到累津的完整一贯制成 为客户提供一战式解决方案 因应总体经济和地缘政治挑战 新唐人亚太电视成为魔咒警律台湾 台北报导